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個 手機架 因為是那個 中指套 實指套 什麼套都可以 這個方便在上面 然後這個平板的支撐 然後這一組 比較好是 比較可愛 有附一個這個掛鍋 這個掛鍋還蠻厲害 可以黏在車上 稍微就是有一個取度 然後後面有雙面膠 就把它撕掉了 雙面膠 我先把它黏上去 隨便黏在一個地方 這個黏不掉的圓圖 就把它黏在 黏在 把它黏緊 黏在 可以想像的 黏在廚房 本壽可以吊電風 黏在廚房 看iPad 黏在車上可以動作 在掛 掛一個機子 它就是利用這個 原理這樣子 這個 這樣掛著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就看你這個正面要吸什麼 好 然後我就吸那個 iPad 就這樣子 因為單手操作 所以我都有先把它弄好 然後趕快 盡量不要去摸到這個 白色的面 這個 白色的面是可以洗的 然後你就自己黏不著 這個 拔起來都不會有痕跡 也不會有水痕 這樣都把它去洗 它這個就是掛鍋 這樣 它就變成一個平板支架 然後它會站 你看 它可以把它弄到 然後也可以掛 用單手操作 我用掛 掛比較重要 掛比較創新 就很方便 不過它這個就用這樣掛 這樣掛在車上 也可以掛在車上 可以掛在車上 可以這樣掛著 好 讚 很方便 很方便 看不掉 就整個掛著 都不用幹嘛 就直接自己去用 這樣子 要的時候就把它拔下來 不要用的時候 也可以把它拆起來 拆起來 這是可憐性的 重複用的時候 你要去用水 這也能旋轉 360度 隨便你勾 也可以直滑 就是說 你怕如果怕掉的時候 就拿著 拿在手上 這樣也比較方便 好 我的頭看這邊 拿在手上 這樣子掛著 也很方便 啊 你看很暗 很難掉下來 掉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清水 清水洗一下 這樣才會乾淨 這很暗 用力 手就要掉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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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而已 唉唷 因為我剛剛要讓它站起來 所以我還要再黏後面一點 唉唷 這個 如果沒有膠性的時候 可以去洗 因為這個越黏 越沒有膠 好 讓它用在這裡 它也變狂了 有沒有 是不是 是不是啦 不要把它弄太緊的時候 就比較 用太緊 你不要讓人家看 說自己暗動動 我沒有改 我給他聽聽 但是這樣 慢慢的黏灰塵 慢慢的黏灰塵 黏到最後的時候 你就要繼續洗一下 好 就用清清水放下來 不要把它貼死 好 標誌很黏耶 我把它黏一下 蘋果 為什麼 因為我這樣 卡在的時候 它就這樣 一直滑 一直滑 直滑 直滑 滑 哪個比較不會怕掉 可是你拿的時候 就可以勾著 這樣子比較好 就是滑來滑去 手機平板都可以用 好 我示範來看 好 好 那我把它抬起來 嗚 嗚 短邊 怎麼樣 短邊也可以站 哇 它也是站著的 它看我很厲害的感覺 就這樣站著 很穩 好 好 多問吧 好 好 不然用的時候 沒有動這個膏 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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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簡單嗎 好 這應該也是可以吸電風 這應該也是可以吸電風 我試一下電風的人家 我不知道怎麼可以 好 我先試 這個也是塑膠的 還是一樣 好 它也是有焦信 這樣好 如果這個掛鍋其實很簡單 它只是一個塑膠 然後做剛好這個 你也可以自己去買 蘇利安爐痕的 有沒有 很方便 這掛著 肩膠是可以 它都一定要重複使用 好 報告完畢